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胜的心智 我们的主题经文在明书记十四章二十四节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摩西亚进入迦南地之前 上帝亲自命令他拣选十二族的领袖 进去窥探四十天 他们选的是十二族的组长 他们进去迦南地窥探了四十天 带了一大串的葡萄出来 他们报了讯息分成了两派 有十个人报恶信说 那地的人都是伟人 都是高大的巨人 而他们看我们好像炸猛一样 另外两个人说 不我们要进去 我们族能得胜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看到有两种的看事情眼光 第一个是一个负面的态度 第二个是一个得胜的态度 负面的态度的人看到自己像炸猛一样 而且他们说 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个组长 他们看自己的眼光是炸猛 是自卑的 他们看别人呢 却好像是伟人 是吃人的一族 而他们也接受别人对他自己负面的看法 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自三个角度 第一个是人的话语 从小人对你的话语评论 第二个是一种比较 你我的比较 别人和你自己的比较 这两种看法都会让我们产生错误的眼光 不是看自己过于骄傲 就是看自己过于微小 我们真正要从上帝那边的眼光来看自己 因着他们负面的心智 导致他们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些行为 首先他们爆出恶性 他们说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话语 他们说对方是伟人 他们说他们是吃人的 他们发怨言 抱怨神 他们哭 他们呐喊 他们甚至喧嚷 他们说我们不如死在旷野 我们回到埃及 他们想要回到过去 他们说我们另外一个首领好了 我们不要现在的首领了 他们起来就攻击现在的首领 他们试探神 他们在分析 他们要进去的困难度 他们想要证明他们是进不去的 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了负面的行动 而这个行动产生了影响 他们影响了他们的团队就都不去了 而神也说因着你们的言语 因着你们的行为 我不与你们同在 我与你们疏远 他们最后真的失败了 他们进不了应许之地 甚至他们死亡 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应许地 为什么他们会死亡呢 因为他们自己宣告说 我们不如死在旷野 我们不如就留在这里好了 所以他们吃了自己口中的果子 这个就是他们的失败 心智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人 他们有不一样的心智 他们有一个得胜的心智 迦勒和约书亚他们说 我们足能得胜 我们立刻上去 他们有一个得胜的思想 而他们也有行动力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立刻上去 他们说出了得胜的话语 他们说出了正面的话语 但是虽然他们说出了正面的话语 他们却受到极大的攻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是你有一个专一的心智 若是你一个得胜的心智 你可以预期你会受到攻击 虽然很多消极负面的人 他们做什么事都很消极 都很负面 但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积极 就是攻击人 攻击领袖的部分 所以你要预期你会受到抵挡 受到攻击 即便如此 迦勒和约书亚仍然拒绝失败的想法 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 他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他们把他们的困难当作食物 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想成那是我们的养分 那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把它吃了 我们得胜 我们成长 我们改变 我们成熟 因为在困难当中 我们把它当食物吃了 所以有人说 如果有人对你丢石头的时候 不要把它丢回去 把它当成建造你自己的生命 感谢神 迦勒跟约书亚没有受到困难的挑战 他们不违背神 他们仍然坚持要进应许之地 当他们有这样得胜的心智的时候 就产生了影响 上帝与他们同在 当以色列人要对他们丢石头的时候 上帝向摩西 向约书亚和迦勒显现 上帝站在他们这边 为他们来说话 上帝应许摩西 上帝应许他们 必能够得胜 并且上帝应许迦勒 不但能够进去 他的后裔也能够得地为业 他们的后裔都要因此而蒙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不要有一颗负面的心智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得胜的心智呢 因为当我们有负面心智的时候 这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的帮助 甚至有不好的影响 而且当我们习惯性的 有负面的心智的时候 我们就会养成借口 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失败找借口 这会变成一种的习惯 而当我们有负面心智的时候 即使你在学校 即使你在职场 你的老师 你的主管 并不会因为你很会抱怨而欣赏你 反而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 因为抱怨就像口臭一样 自己不知道 但是旁边的人都会远离 所以他并不会帮助我们 他反而会给我们不好的人际关系 当然会有一种人 会跟抱怨的人在一起 就是物以类聚 一样抱怨的人 就会吸引抱怨的人 但是神并不喜悦 这会带来不好的下场 我们看到以色列明的抱怨 就让他们吃了自己的果子 神也不喜悦他们 为什么我们要得胜的心智 因为我们要给自己动力 当我们遇到一个机会 当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主管要提升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心智 我们要告诉我们 神允许我 我足能够进去 当我们有一个正面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团队 提升我们的士气 并且我们拒绝一切负面的声音和压制 我们反而能够成为一个鼓励者 鼓励我们的团队 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我们的小组 鼓励我们的教会 我们预备好自己 有一个得胜的心智 我们随时都要为主来发光 我们要效法迦勒 他有不一样的心智 他专一跟随神 神喜悦他 带领他和他的后裔 进入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智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必能得着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你是得胜的神 你面对困难 你好不后退 你有一颗得胜的心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今日给我们这样的讯息 让我们依靠你 刚强壮胆 没有惧怕 我们必要进入 你给我们的 属灵应许之地 我们的后裔也必蒙福 感谢赞美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